iPhone 6的热潮还是锐不可挡 因为据说光是预购第一天 全球已经突破了1600万只 那么国内的电信四雄也接力来抢客 远传在今天早上9点开放预购 号称不到一小时就破万 那么在中午1点以前 网页就已经爆满 iPhone 6预购驾驾驾 苹果号称12小时刷新记录 还有网友在微博爆料 iPhone 6和iPhone 6 Plus 第一天预购量高达1600万台 iPhone 6全球预购据说 已经来到了1600万台 比起iPhone 5S加上iPhone 5C的900万台还要多 另外在台湾同样掀起预购热 想要办6还是那个Plus Plus 台歌大和台湾之星9月11跑第一 预购当天对外都说有破万 15号换远传接力 更号称一个小时涌进上万人 付订金抢订 不到4小时预购一空 另外16号中华店也要开放预购 预料将掀起另一波iPhone热 预购前有担心预购不到吗 有担心因为蛮夯的 眼看iPhone 6掀起换机潮 对手三星搓雷蛋 南韩券商下修三星第三季获利预测 从6兆韩元砍到5兆韩元 逼得三星提早出售 iPhone 619号全球第一波首卖 三星Note 4应是提早一天 18号要抢先登台发表 5.7寸2K荧幕比5.5寸的iPhone 6 Plus大 解析度高 相机跨速更高达1600万 要用高规格捍卫市站 就连红大店也加入围堵苹果阵线 发出邀请函 预告10月8号要在纽约曝光两样秘密武器 其中一样据说叫做HTC-i 5.2寸荧幕双镜头景深相机 号称新一代自拍神机 另一样瞄准的对手是他 上山下海鸿海郭董转投资的GoPro 无所不拍 据传红大店也要推出类似的 极限运动防水摄影机 1600万画素还可以和智慧手机连接使用 市场看好有和GoPro一决高下的实力 看来要迎战iPhone下半年的攻势 飞平阵营除了正面对决 转向出招也是避免坐以待毙的选项之一 东森财经新闻 叶炯隆和昆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